我先來介紹一個懷舊咖啡店 就是前面有提到的 在南美咖啡店旁邊 它隔壁的隔壁吧 還是正隔壁我忘了 它叫做豐大咖啡 這個豐大咖啡就跟剛剛南美一樣 它是號稱創立於西元1956年 可是其實1956年那時候 它還不是咖啡專賣店 當時是賣蜂蜜的 當時有位曹先生叫曹志光 他當時創立了幾個賣蜂蜜的 叫做蜂蜜大王 然後蜂蜜大王呢 他就一直在經營蜂蜜 後來有一年呢 他載了很多的蜂蜜 很多的蜜蜂 然後搭船 搭船要去某個地方 我記得不知道澳門還是哪裡 在搭船的途中出了一些意外 然後他當時身上並沒有穿防護衣 因為養蜂的人他會穿一種防護衣 防止被蜜蜂遮的 他那時候可能覺得蜜蜂全都關在籠子裡 但是他帶了上萬隻的 很大量的蜜蜂跟著他 可是因為一點意外呢 可能像是倒翻了 然後蜜蜂全部都飛出來 都跑出來了 結果他被大量的蜜蜂給扎 給那個遮刺 結果他就因為那次的意外 躺在醫院躺了一段時間 譬如說兩個禮拜兩個月 躺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因為那個意外之後 他家人就告訴他說 勒令他說 你不可以再做這個行業 這行業太危險了 以下次搞不好連命都送掉了 所以告訴他說 你不可以再做蜂蜜的 去做別的 然後他不做蜂蜜要做什麼呢 他那時候就很苦惱 然後那時候就發現說 很多人會透過委託行 美軍他們的委託行去 托人去從國外帶一些 咖啡器具 還有咖啡豆 甚至於他們在做蜂蜜 蜂生意的時候 有時候要賣到外地去 外地人會委託他說 你去幫我帶一個什麼 咖啡的什麼東西來 所以他覺得這個有市場 所以他就開始轉行賣咖啡了 所以他在距離他創業 1956年其實隔了十幾年 應該是 1956年是民國四十幾年 四十五年左右 所以他一直到民國六十年左右 他才開始賣咖啡 才開始轉型成 風大咖啡 風大就是蜜蜂大王的縮寫 然後這家咖啡店有特地要一提的 因為其實他是 台灣早期的咖啡玩家的一個孕育的搖籃 之一啦 不是唯一的地方 因為早年 像我本身 還有學務長蔡彥隆教授 當時我們都是很早期的台灣咖啡玩家 當時什麼資訊都沒有 都是用摸索在學習 所以我們很多玩家都會聚集在這個風大 在那裡買他的 好老闆賣我們沒有烘焙的咖啡生豆 買生豆回去自己烘 然後他也發現 欸有些 有些小朋友他要買生豆回去自己烘 他覺得很有趣 他也開始把沒烘焙的生豆 包成一包一包賣給這些玩家 所以他就是早期供應這些 那時候剛剛興盛起來的精品咖啡玩家 玩家同好們的一個採購據點 然後那時候我們要買摩卡湖 買塞翁 買什麼咖啡律子 十十八九都跑到風大去買 他在西門町 那個家電現在還在 長得樣子跟當年幾乎是一模一樣 很像 就是很all style 所以他其實孕育出很多的 早期的咖啡玩家 而且台灣咖啡玩家後來都變成很多 在各地著名的咖啡店的老闆 或是咖啡的專家之類的 然後他最好吃的東西很有趣喔 他最好吃的東西就是桃酥 到現在還常常會專程會的桃酥 去那邊購買 他這家店的外面 你走到他的店 你會發現他外面有玻璃櫃 玻璃櫃上面擺了很多的玻璃缸 剛剛的 裡面放很多餅乾 很多糕餅 然後這餅乾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然後聽說是早年呢 這個曹老闆他到澳門 去跟澳門的糕餅師傅學習的 因為後來我去澳門玩 發現澳門的街頭真的就在賣這些東西 澳門會賣一些 那種小小的酥餅 澳門的桃酥也是超級好吃的 他用桃酥做的很棒 就很香又很酥 然後台灣我吃到最好吃的桃酥就是這裡 其他有人會說 常常一些喜歡美食的朋友 說哪裡哪裡的桃酥也很好吃 可是我買過的喝之後 一筆還是風大的最好吃 所以我蠻推薦的喔 你同學要有興趣 哪天想吃個零嘴 你可以去試試看台灣的古早味 其實是澳門啦 澳門的古早味的點心 因為他就是很道地的 澳門風格的小西點 他有很多種都 其實每樣都做得不錯 那但是大家最喜歡的是桃酥 所以去這家咖啡館的這個標配就是這樣 你走進去在進店之前先跟他點桃酥 然後走進去把桃酥放在桌上再跟他點咖啡 然後咖啡來一邊喝咖啡一邊吃桃酥 幾乎都是這樣子 那他也有賣很all style的早餐 就是有荷包蛋 然後配一片火腿 還可以配一杯咖啡 所以他整個店就像是時光靜止一樣 你走進去就像走到幾十年前的台灣 然後整家店的顧客年齡層也偏高 所以你有機會去的話你會發現很有趣 整家店幾乎都很多某個層數 可能六成以上是老人 很多那種白髮髒髒的出外面 因為他們都從年輕就是他的客人 一直到現在 這就是老店的一種特色 所以他跟南美咖啡一樣很老 但是其實我們當年是咖啡玩家的時候 其實最常去這裡 可能因為他對咖啡玩家很友善 他會提供我們很多器材器具或是需要的生豆 然後這裡有地址 然後他現在很有名喔 我記得說很多觀光客來也會真正跑去 因為他算是台北的懷舊咖啡館 算是老店 所以我…